国内做这做的好吃的店不多 这算是比较好吃的 还不错这个 它上面这个都是厚厚的芝士酱吗 妈呀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个太腻腻了 受不了了 它放个榨菜都比放这个好 我曾经去尝试了一下 榴莲臭都不夕杂 什么时候跟啊 大家好 我是芒芒 今天我们没有出远门 我们就来到了家附近的一个大商场 然后大商场一楼最显眼的地方 有一家披萨店 这个披萨店在这里开了很久了 它已经开了两三年了 但是每次路过的时候 它里面都没有什么人 对的 这个是曾经风靡欧洲的 一家很强的披萨连锁店 叫做马上诺 有很多的商圈 大家都会看到有这个店的title 但其实应该都没有进去过 它没有人 但是它又开了很久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来探究一下 好吧 就是说到披萨连锁 那肯定有一个逃不开的刻板印象 某盛刻 但从它门口走进来 就是它这边的装修环境 很像萨利亚 萨利亚也是义士的吧 虽然它是日本人 它是日式义士 说着义士其实是日式嘛 对吧 这家店说着义士其实是什么事呢 其实是英式 那我听到它是英国的 那我就知道它为什么没神异了 就如果说杭州是中国的美食荒漠的话 那么英国就是世界的美食荒漠 英国不是有炸鱼和薯条吗 没力啊 英国有什么东西吃的 因为反正我吃过一次 我吃了三顿麦当劳 然后英国的麦当劳 都比别的地方的麦当劳难吃 这是真的 这个是北京烤鸭披萨麻 来送你一朵小红花 这是小尖椒 让子弹飞一会儿 这边有来来 吃的 这个粥润 但我们把薯条喝掉 冷藏还要喝 把它吃完 要喝饭 下一个小时 好烈 好烫 好的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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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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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没用力啊 它没有任何一个部分用的 它只是放在上面做点缀 然后它没想到有个贱人底 咬了它一口 这是特级皇后披萨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意识披萨的特点就是很薄 跟大家平时吃的连锁披萨 其实他们家也是连锁就是了 就是平时吃到的披萨 有很大的区别 就是你看这种质地 它号称它的饼底只有三毫米的厚度 那葱这么放还挺好看的 希望它挺好吃 吃逆式披萨跟吃 平时吃的披萨有很大的区别 你吃到嘴里是脆的 它并不是特别湿 还不错这个 感觉在吃炒鸭卷饼 再吃斤正肉丝 它下面的那个 你们看它的质地是什么样的 这边很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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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脆一点 你一定要先来吃煎饼 嗯 这很脆的饼带的点就是它不怎么吸酱料的味道 我先遇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当我这片披萨上的烤鸭吃完之后 它变成了一个黄瓜大葱饼 对 你想说的是肉有点少 就是你看这张披萨一眼望上去 最丰盛的是它的葱和黄瓜 但其实你想说大家最关注的是上面肉有多少 其实意识披萨上面有芝士 但是看上去并不是很丰盛的那种芝士的感 对的 就意识披萨的特色 但是这个披萨不符合中国人的想象 第一家进入中国的披萨店 营销的点就是很厚的芝士 然后上面也很多的料 然后意识披萨呢 我们再看一个这个是他们的皇后披萨 这个料其实已经算多的了 但是相比于我们平时吃的披萨还是略显寡淡一点了 它自己本身饼底做的很薄 然后它把料切的也很薄放在上去 摊上来就是一张又大又薄的披萨 很平啊 嗯 很平 很平 你看这还蛮好吃的 香是很香的 它这个蘑菇的那个 咬开之后蘑菇的芝士 配合上芝士本身的那个味道 它还放一种 在国际的食物店里很少见到的东西 反正你吃吧 对 那个东西只有很正宗的 有外国人很喜欢用这个 但是中国人从来不吃这个 在毕生客的披萨上也有这个 但我经常会把它挑掉 以前有现在越来越少了 因为大家都不爱吃这个 我说实话放个榨菜就比放这个好 那中间也别涂饭成这样 中间涂周德了 中间涂凝冬凤爪 你想脱骨凤爪放在披萨上面 一口一口才吃 又有上面饼底的强热肉 上面的弹性 然后味道也不会难吃 有没有大佬投资一下 毕生客他都现在已经开始出什么 有一个猪耳香菜披萨 榴莲臭豆腐披萨 还有一个芥末螺丝粉披萨 你是不是想想看这些东西都很难组合到一起 但是都现在做出来 我都不想吃 我曾经去尝试了一下榴莲臭豆腐披萨 还可以 还挺好吃 没放 什么时候跟 我的这个不重要 看完他的两个招牌披萨之后 我感觉他现在在 我不知道其他城市 在上海茫茫的餐饮竞争压力中 他也太不能打了 太没有竞争力了 披萨的形式就是一种很方便的食物形式 但是来中国之后就因为中国的商家各种各样的 就是很卷 所以造成了现在国内的这个披萨的样子就非常的豪华 那么就非常的贵 其实他们家做披萨的水平是很高的 我觉得是还可以的 因为这个意识披萨把饼做得这么薄的同时 还保持一点脆的口感 它每一口都很难吃 都很脆嘛 总结一下其实还挺好吃的 如果你想吃传统的意识披萨 你对这个品类很好奇的话 我觉得这家店做的是蛮正宗的 他们这个细分品类做的真的挺好的 妈呀 这什么东西 这个是他们的芝士火锅 这个让我想到了哈根达斯的冰激凌火锅对吧 就这个小叉子 一样的 确计的好像 那怎么吃呢 你就掐一个食材 放进去 放进去 就可以吃了 对 这个就是一个纯粹下午茶的甜品 好 它这个芝士奶酪酱不是像大家想象中那样 像那种拉丝的那种奶酪不是的 它就是一种 稀的 稀的奶酱酱奶酪酱的感觉 对我想吃个虾 喝个虾谁来人 这怎么吃呢 直接泡肯定不合理 对的 可是如果我剥开了以后 我是用嘴剥的 那就 有点不礼貌了 对啊 我就想看到这个图片 如果它是那种能够拉丝 能够裹在食物上 一大口吃下去 我觉得还是有点爽的 你不是要摔着火锅吗 忘了 对啊 我们对于这种网红产品的印象 不应该是拉丝 我觉得我受不了了 这蘸的东西也太奇怪了 这个太逆甜了 受不了了 你带这个东西也很逆甜 我要来试一下 这个肯定好吃 我跟你讲 还真蛮好吃的 绝配 它没放孔宰小饭头 真的很不合理 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帮这个 国际连锁品牌和旺旺签一个线 希望你们可以达成合作 这个不是菠萝披萨 这个是榴莲香蕉披萨 你吃吧 它上面这个都是厚厚的芝士酱吗 作为一个甜品披萨 其实还是不错的 你可以想象这些香蕉派的感觉 上面的这个榴莲 榴莲肉还是很新鲜的 榴莲肉还可以 这感觉设定上挺合理的 我想知道这个火锅多少钱 这个东西订到三位数真的是腻了天了 98 98不就是三位数吗 我跟你说这套菜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你知道吗 中间放的东西太少了 就边上 就导致了这一盘酱 怎么都不可能吃得完 这套菜可以额外加料的 这样一切18块 这个是可以额外再点两个鸡翅 你可以单点料 然后再放进去 它在这套菜的加料提供了三种 一种是这个面包 太吓头了 太吓吓头了 因为我一个吓头男都觉得他吓头 你要不要吃 我来跟你一起尝一个 不能只让你一个人受苦 既然要品尝就要 就灌尘到底了 所以这个都是跟好吃不沾边 你们可以理解成是这样的项目 不要理解 所以这个产品有研发团队 还有那个考核的团队 还有最后上市的运营团队 这三个团队都要背锅 这两点我吃下来感觉 只有它的那个锅饼披萨是多的好人 我觉得它只适合新手 就是那个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意大利薄饼披萨 你来这里吃一下 你体会一下这个类型的食物什么样的 只有这一种受众 而且它也不会有回头客 但是我现在有个问题 那为什么这家店在家门口开了 为什么它能有那么多的连锁 对 其实这个店的连锁挺久的 那它为什么还能开下去 有没有弹幕的小朋友可以回答我的问题 经济学大师 如果你家附近也有这样的很奇怪的 开了很久的店 想要不要去看一下的话 但是说实话 我觉得这个奇才很难做下去 因为一家店没人来肯定是有理由的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理由给大家看一下是为什么 因为反正你自己也不会进来去踩个雷 那记得把这期视频转发给你 周围有这家店的朋友 记得带他去壁垒 今天最好吃的是旺仔小馒头 对 你知道上海有一个旺旺大酒店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啊 这期点赞过十万 我们就去让旺旺大酒店邀请王叔父去参观一下 到时候你可以穿成旺旺的cosplay 我们其实拍抽象条广告 我们可以拍一个旺旺的 因为众所周知 同学们我们虽然要拒绝动物表演 但我们拒绝不了动物强行要表演 大哥 那这期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 然后记得关注我们叔父和小猫的账号 大家再见 下期再见 拜拜 今天我们来到季州岛最火的一条夜市街 最火的 感觉也没几个人